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根据最新发布的第三十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香港的总排名较今年三月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三位 2019年修例风波发生后 导致2020年初香港一度跌出前五名 如今重返前三 特区政府表示 明明确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地位与实力 两年来香港的总排名成腰型线发展趋势 2021年第一季度 香港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考卷 第一季度香港GDP增速同比增长7.9% 修例风波以来出现大规模市民有何抗议 香港社会动荡不安 在此社会环境下 香港经济又只能得以稳定发展 更不用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了 动荡之局对香港的耐耗亦是极大 在国安法实施后 中央对香港实行全面的管治权 根据专长一个中国原则 内陆地区也在香港建立起最坚实有力的秘类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 是内地与国际资本市场沟通的桥梁 回顾历史从一个小渔村 逐步发展成为明镇世界的国际金融中心 自建化的盛开是几代人坚苦奋斗出来的结果 绝计不容许任何阻撓香港经济发展的因素存在 大陆自始至终都毫无保留地支持着香港地区 共创香港稳定的社会环境 如今从被逼到主动开放 Neder在风浪中成长起身的紫荆花 没人知道他的未来将会有多少风霜洗礼 民修所向是香港社会稳定、经济繁荣 是在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的新的发展局面 香港本身在金融领域接电深厚 但要想提升国际金融地位 就必须停止内耗不再虚转 伊托祖国连向世界 踏上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这班列车 香港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